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机器快要过去的时候 黄磊 孙丽 夫妻两个赶紧 抓住了这个节日的尾巴 拯救了一下我们那颗即将不再对爱情留有期待的心 这不 当天夫妻俩人在大大的一束红玫瑰前摆出要清新的样子 还自拍了一张狠狠地给我们送来了一波狗粮 不过网友表示 还是很乐意吃掉翅膀狗粮的 俩人真的是越来越有夫妻相 怎么看都是幸福的一对呢 并且已经年过40岁的孙丽看起来脸色红润 皮肤也好的让人羡慕 带着萌萌的表情看起来 静一点都不为何 黄小厨真是幸运 能够找到这么美丽温柔的妻子 时间过得很快 两个人已经结婚多年 但是看得出来彼此之间的感情却更加深厚 一家人经常一起出去旅游玩耍 黄磊在工作之余 也是陪伴家人孩子 还有一手的好厨艺 有三个可爱宝贝的两个人 也是极为幸福和骄傲的 因为爸妈妈的好基因 两个女儿都非常漂亮可爱 两个女儿在孙丽这样优秀妈妈的教导下 也都是很有礼貌的 将女儿叫得如此多才多艺 乖巧懂事 想必是天下所有父母亲的心愿吧 这一家人总是给我们很舒服的感觉 在两个女儿 多多可多妹 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之后 这一对可爱的小姐妹 获得了很多观众的喜欢 网友们都在期待 这两个小可爱赶紧的长大 想必以后这也是两个大美女呢 而弟弟在父母的严密保护下 网友们还没有机会 见到小朋友正面的照片 不过相信也是一个帅帅的小朋友了 相信在黄小初的教导下 肯定会成为一个小暖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找了对付给她的电话 保护下 ением Mirko 0 需要到小朋友了 多少个小朋友的心愿吧 这只是威蓝 1 Apple TV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